大家好,我是Winnie,我姓譚,譚話國譚,所以我是喜歡說話的 我其實現在做得多很多的培訓,以及一些個人單對單的求職方面的教練 所以這是我一個的介紹,我現在有一個平台叫三十二立 我們專門幫一些三字頭的女性解決她們的職場上或者家庭上的問題 另外也做很多企業培訓,也有在大專院校那裏 也都是教一些同學生怎樣去找到的好功,怎樣找得對自己的功 還有我想更重要的是今天講的題目,就是我們找功的時候有什麼常見錯誤 不想這些內容只適合同學生,其實我都特地想想今天有什麼朋友會參加呢 我都盡量找一些適合大家的提示 我以前做過很多行業,做過市場推廣,即是Marketing 也做過銀行,也做過獵頭 所以我都知道一些的,所以今天就希望跟大家分享多些 究竟是我們作為HR也好,或是作為一個僱主也好 其實我們在請人的時候或面試的時候會看到一些求職者犯了什麼錯誤呢 我今天會分兩樣東西去講的 一個就是大家申請的階段,申請的時候要交些什麼的,不如大家先講一講 申請的時候我們求職會交些什麼的? CV,謝謝這位先生 還有呢,還有些什麼?要交些什麼的?有封信的 有朋友說reference letter reference letter 可能是一些參考,例如之前的僱主,他們有一些意見 或覺得這個同事是怎樣,有些會交這些 但這個就是求職比較後的階段 還有就是cover letter,求職信 cover letter,求職信 今天我們講的一些提示,其實在申請階段我們就會講這兩樣東西 另外,第二樣東西我會講的就是後半段 後半段我就會講面試的時候,其實我們有什麼常犯的錯誤呢 那待會大家都可以聽 還有我會分享一些我以前遇過的一些故事給大家聽 那大家又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那好了,先講申請的階段 那大家都會,現在就不會實體寄信的,很少 所以我們的CV上面,或者我們的求職信 就算是一個soft copy也好 那我們都會寫一些自己的聯絡方式 那其實我不是太建議大家再寫自己整個住址的 那通常最多都是寫自己什麼區 那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那但是電郵地址就是我們一定會包括的東西 那我就試過,都真的有兩個人 有兩個人其實就是他的名字,譬如這個例子就是他申請人叫Maggie Maggie Lee 但是他的Email address是叫Anita的 就是兩個不同的名字來的 那我試過不止一次是這樣 那接著我就問是什麼原因 那我剛才打給那個求職者 我就問 然後他說,有一個就是他改了名字 那他改了名字就免得改電郵地址 那另外有一個就說,我媽用了這個電郵地址 那所以他就用了 那但是在一個HR角度來講 就是,首先為什麼你不用一個自己的名字的Email address 或者甚至他約你去面試的時候 他會覺得,咦,那我是不是傳錯給別人了 我會否約錯了 那所以這個都是大家不想發生的 那另外就是,下面兩個例子就是 大家的Email address也都要小心 就是用一個直白一點 就不要太多一些橫間 或者將同一個字母去重複很多次 去做一個電郵地址 因為這樣其實有時候 對於HR來講,都真的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傳錯電郵 所以這個也都希望大家去留意一下 好,那另外一個很常犯的錯誤 就是一份CV走天涯 就是一直都是用同一份去申請很多份不同的工作 其實本身就是這樣,你分開去遞每一間公司 去申請職位,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同一份你走天涯的時候 就是代表著,你那份CV 是沒有為了那個公司的那個職位去改的 那一會兒都會說一些,究竟 就是怎樣去令到我們那份CV可以吸引到 我們HR同事的一些眼球呢 那所以大家在寫CV的時候要留意 就是,譬如,我想有時候大家未必只是報一個公種的東西 大家可能會報兩至三份不同的東西 就是可能你報文件處理的 入一些Data Entry 的資料輸入的 可能你又會報一些秘書的工作 那所以這兩個情況下 其實你那個履歷表要寫的東西 已經可以是有些不同的了 那所以這件事其實你一改了 會直接增加到你去求職 你得到面試的一個機會的 好了,那這裏呢 就一個寫履歷表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發覺很多人去寫自己的履歷表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將之前那份工作的一個JD 即是Job Description 即是職位描述 就直接copy and paste 直接抄下去吧 不如這樣,反正我就真的做了一些事情嘛 但是,我覺得經常寫CV的概念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當你那份CV 或者你那個工作經驗 如果套了另外一個人的名字 或者套了你同事的名字 那份東西已經是不適用的 那才是對的 即是我換了另外一個人的名字 都是適用的話 那你不夠特別了 即你沒有什麼個人特色 所以我們寫履歷表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個人特色 那怎樣有特色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寫你的成就和貢獻 意思呢就是 譬如第一個例子 他是寫一個月度報告 即是每月這個人 他都要幫公司去製作一個報告 但是我們經常聽那些 那些履歷表的貼士呢 就是說我們要把它量化 寫我做了多少 但是你想想 從一個僱主的角度來講 你做了十份月度報告 還是做了二十份 其實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重點的 因為他不知道你每一個 最多還是少 難還是容易 但是我們所謂的成就和貢獻就是 你做了一份報告出來 究竟重點 重要性在哪裡 譬如可能你是給管理層的 可能你是給客戶的 又或者是你去幫他 給客戶去制定 究竟他要不要去買這個產品 或者幫管理層去決定 究竟我的銷售策略應該是怎樣 那這個才是那個重點 這個才能吸引到僱主去面試 跟你約會面試 那第二個就是 說一個是他做一些展覽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 其實他是跟很多不同的各方 包括餐飲商 或者參展商他都有去溝通 解決了流程上的困難 那這個才是重點 他其實拆解了什麼困難 為什麼他人的存在這麼重要 那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事 然後再來 那個成就 就是吸引了三百個來賓去參與 那這個就是量化得比較好的例子 那最後那個也是 就是他都是展覽 但是我收集了多少個潛在新客戶的資料 那好了 我得到五十個還是一百個資料 其實都沒有分別的 但是重點就是什麼 重點就是我可以欺負一些未來的合作機會 那這個才是幫到公司的東西 所以這一個就是希望大家會在履歷表上留意的東西 那剛才我就說一份CV就不要走天涯 那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建議求職者 在寫你們的履歷表的時候 去參考招聘廣告 那他找到那個招聘廣告 究竟有一些什麼重點的字眼 譬如這個其實是找到時裝 時尚行業的一個前線的銷售員 那他這個其實大家可以都想像到 銷售一定是一些關鍵字 就是對份工來講 另外就是可能是一些時尚觸覺 客戶服務 雖然這些字很小 那也都大約間住了一些重點的字眼 去令到大家知道 如果我在一個招聘廣告上 我想找一些關鍵字 應該放哪些字上去自己的履歷表 那為什麼這個那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在找工作 僱主的請人的職位 其實現在反而今年和上年都比較少 所以大家都是每一份工作 其實都收到很多的申請 可能是幾十份 可能過百份的 所以很多公司其實現在都開始用一個 叫做Applicant Tracking System 就是專門用一些系統 去把求職者的履歷表進去 然後他就去搜尋 搜尋 一搜尋到有銷售 銷售這個關鍵字 有銷售這個字 我才拿份CP出來 我才決定他若不若他面試 所以你中的關鍵字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就是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去就回 我們每一份職位去改你的履歷表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了 另外就是講了履歷表 就有求職信 剛才說 求職信上面 其實你可以寫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而你在這個CV上面寫不到的東西 就是我為什麼想進入這間公司 我為什麼想進入這間公司 所以你在求職信上面 是要寫清楚 其實你知道這間公司的定位是這樣 可能他是剛剛起步階段的 所以你想跟一間公司一起去成長 或者一起去幫他增長的業務 這些都是值得去寫的地方 又或者你 假設那間公司是一個日本公司 然後你很喜歡日本的文化 那這些你就能把一些個人特色 進入他那間公司 也會令到那個HR 是更加想跟你去做個面試 好了 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用Facebook 很多時候其實HR 他們收到一些CV 或者想約一個interview的時候 有時候會隨手不如又搜尋一下這個人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社交網站 那所以你在社交網站上面 其實post那些照片 分分鐘都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大家也要留意了 好了 那講完一點關於在求職階段 即是求職信和CV上 即是履歷表上 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那我現在就講一下面試了 那第一就是沒有做足準備功課 那準備功課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做的 那去面試之前 甚至有時候我會建議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那份工作的話 你真的在你去交求職訊 你申請之前 其實已經要去找一下那間公司 更多的資料的了 那去面試之前尤其是 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職位和公司的資料 即是那個職位究竟是做了什麼的呢 就是跟自己的經驗有什麼相關呢 我覺得有時候大家很少看這個思考的時間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去面試的時候 有一點點緊張 然後就會忘記了 忘記了哪個經歷 有哪個例子 是跟這個職位相關的呢 所以這件事是很需要大家事先去想一想的 另外就是公司網站 這是一定的 如果它是一個上市公司的話 你也可以看看它的年度報告 甚至有一些非牟利機構 其實它們也有一些報告會 在網站那裡 可以大家去查閱一下 那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其實你透過看它們的報告 很多時候上市公司會有主席的話 你也看它的報告會寫 我未來的方向是怎麼樣 於是你在面試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多說很多關於你對這間公司的認識 然後就是它的社交媒體 新聞和行業最新的發展 這些基本上其實大家在Google搜尋一下都會找到的了 永遠就是有去看一看 有做一下功課 其實你去面試的感覺已經會不同了 另外就是面試官的資料 其實很普遍地說 很一般地說就是 在Google那裡打面試官的名字 如果有給你的話 如果沒有就沒辦法 但是打一打個名字 看看出了些什麼 那你又會知道更加多的了 不過這個可能對大家來說 就少一些 就是少一些會直接可以找到那個面試官 那視乎那個行業有沒有 視乎那個行業的人 他們慣不慣做一些很多社交媒體的東西 好了 另一個常見的錯誤 就是看輕了這個 就是看少了Zoom的面試 話說我有一次去見一個年輕人 我就聊聊一下 他就說 其實我也挺喜歡你們公司的 於是我就說 你這麼喜歡我們公司 你對我公司的認識有多少呢 我問他 然後他就說 因為那是Zoom的面試 在Zoom那裡 然後他就 我就很明顯地 看到他其實是 那時候是在錄製我公司的網頁 還有很多人做自我介紹的時候 其實會開著那個 會開著那篇文章 然後就照著讀的 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眼球 眼珠是不是在阻力右轉 然後滾上滾下 這個是很明顯的東西 然後另一件事就是 他 他當時 為甚麼我知道他在看我公司的網頁 我甚至知道他在看哪一版 因為他戴了眼鏡 他戴了眼鏡 是有個反光的 所以我就看到在眼鏡 看到我的公司的網頁 看到他在按哪一條連結 所以最後我就告訴他 其實他不應該在 那一刻他才看我公司的資料 如果他這麼喜歡的話 其實他應該 他應該怎麼都會記得一點的東西 告訴我 所以網上的面試 就不要掉以輕心 穿衣服上 可能也會穿起 企理一點點 疏頭 女士可能也會發一點點妝 就會有幫助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另外就是 你忽略了 你在面試那間公司的時候 你還沒看見面試官 之前 你做了些什麼 話說我已經試過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我記得那一天 我在午飯時間完成 兩點的時候 面試的時間就是兩點 我被人見識 那時候我是求職者 我還記得我在地下的大廈 我走進升降機 因為吃完飯的時間 大家知道很多人就等進升降機上樓 那我走進去 其實我已經是最近門口的那個人 然後我就看到迎面 有個男人走過來 我就開了升降機門 給他 我就按緊 讓他可以進升降機 然後 我出了升降機 我去到我要去面試公司 再進到房間見到那個面試官 之後他就說 其實我剛才就在你的升降機 我和你同一輛升降機 所以這件事是你永遠不知道 你會不會在公司附近 其實做了一些好事 或者奇怪的事 是你的面試官會看到的 所以這件事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又或者是你去到公司的時候 你對著前台的同事 你有沒有禮貌呢 你有沒有尊重他呢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甚至我分享多一個個案 就是我去到一間公司去面試 也是我是求職者 當時我前面還有幾個求職者在等 就是他遲了開始 於是其中一個求職者等了九個字 他就去到職場就問 我可不可以拿杯水 大家想想他怎樣回答 會怎樣回答 可不可以拿杯水 會怎樣回答 有些人就說 有水或者沒有水 但是前台的同事答得很吊詭 他說 我們的水只給我們同事喝 然後如果你作為一個求職者 究竟你會黑臉地對著他 還是你仍然可以面帶微笑地離開 回到自己的位置等 這就是一個學問 所以這個一定要小心處理 還有一個常犯的錯誤 到現在都很多人會這樣做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的面試官會問你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優點、缺點 以前的教法就是你將一些缺點 或者將一些優點說成缺點 譬如我做事太急了 我做事很喜歡快 或者我太完美主義了 令到很多東西可能我都看得很仔細 延遲了交的時間 其實都是把一個優點說成缺點 或者我們將一個缺點又說成一個優點 所以我們就要去 現在其實僱主 他們想要的東西就是 他們問得你的缺點 他們真的想知道你覺得自己有什麼缺點 你就想一些不是太相關的 譬如你做文書處理工作 你可以說其實有時候計數不是很厲害 但是你的解決方法就是 我會去多計幾次 去確保我計數出來是對的 但是這一點就真的不是我一件擅長的東西了 當然你不能說你去做會計文員 然後你計數不厲害 那這個就直接太相關了 但是你可以說一些不詳細的東西 然後再包裝 其實我怎樣令到這個缺點 沒有那麼影響到我的工作 記得不要說那些 我做事很喜歡快的那些 那就不要了 或者被扯傷了人 那些就不要說這些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回答問題 例如剛才那位講者 ERB 我也有在僱員再培訓局 教一些求職技巧 因為求職技巧裡面的課堂 我們也會做一些模擬面試 很多時候 學員做模擬面試的時候 很多時候真的問他們一句 然後他們就只回答一句 就太簡短 或者可能問你有什麼優點 他們會說 我處理我做事很仔細的 很細心的 但是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你給一個例子 去說回 究竟為什麼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做事仔細的人 這個就最重要 就不是說 譬如有些人說 我溝通技巧很好 但是你沒有例子去證明 那你就真的說不出 究竟你溝通技巧有多好 所以這個也要大家注意 好了 接著就是 僱主必問的 就是 為什麼你對這個職位有興趣啊 我聽得最多的答案 因為我做以前的工作都是對客 或者是見人 對人的比較多 所以 我去負責找人的時候 我去請的人 其實他們都要對人有興趣 於是回來的結果就是 很多人都會回答 我喜歡幫人 或者譬如我請人做獵頭 他們說我喜歡對客 我喜歡對人 我喜歡幫人 尤其是我喜歡幫人 是經常都聽到的 但是我就會說 其實這份工作都能幫到人的 如果這份工作幫不了人的話 就沒有人會出錢請你了 所以大家就想想 如果你是想幫人 究竟你是喜歡幫什麼人呢 如果你是對 如果你是想學東西 很多人都會說 我想學東西 為什麼想轉學 因為我想學新東西 那好吧 那你想學什麼呢 所以這個就 自己可以再說出來 我想多學一些 關於對人的技巧 我想試一下銷售的工作 因為以前沒有做過 但是我覺得我講話都挺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銷售這個工作 都成任 但是的確是需要在做過程 去學多一點技巧 所以我就想熟悉這件事 或者我對零售行業 是特別有興趣的 所以我也想知道多點 這一方面的東西 那你就把一個想學東西 這三個字 就可以變成一個 比較具體的一個形容 就說回 為什麼你會對這個崗位有興趣 另外就是目標 僱主都會問 其實你在工作上 你有什麼目標 因為現在 其實這個市場 很多僱主都會很擔心 究竟我請一個人回來 他能做多久 尤其是有時候 問一些很年輕的人 他們真的打算做一年就離開了 所以 究竟一個同事 在工作上 他有沒有一個長遠一點的目標 起碼可能兩三年的目標 其實這個對僱主來說是重要的 很多人就說我想多賺點錢 你多賺點錢 為什麼呢 你想用錢來做什麼呢 這個都是大家可以說的 具體一點點的目標 或者我想是第一年的時候 我就熟習了工作怎樣做 第二年 當我再重製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做得更加好 或者我可以想一下有什麼辦法 可以做得不同 令到整件事高效率一點 或者我在試完一次 頭三個月之後 我想之後的三個月 我可以做多一些其他東西 做一些新的東西 這些都是一些可以說的目標 作為一個面試官 通常最後都會問 你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想知道 我會發揮一些問題給大家 大家很多時候會問 最後可以問什麼 我就會分享一下 我覺得有時候 面試我們想得很單向 好像是別人選擇我 其實面試這件事 是別人選擇你時 你也選擇別人 所以我說面試最成功 最成功面試的人 其實他就是跟面試官 談一場好辦法 那怎樣談一場好辦法 就是當面試官問你一些東西 你回答他之後 你又可以再問他其他東西 你不用等到最後才問他 你中間可以問 其實我就這樣看 譬如他可能問你 你對這個職位有什麼看法 你覺得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 做這個職位 那你回答完了 那你就可以說 這個是我的看法 不過我也想 因為你在公司裏面 也做了一段時間 我也想聽你講 其實你覺得 是不是需要這些特質 才可以做得好這份工作 於是他就可以有些位置 可以回答你 他可以分享 因為人是喜歡分享的 所以這個我很強烈建議 大家在面試途中 也可以多發問 也能顯示到 你對職位是真的有興趣 就不是說我最後很行 就隨便想幾條問題去問他 好 那接著就是 幾條可以問面試官的一些問題 那我建議主要 都是可以問一下 究竟他對職位的人選 究竟有些什麼具體的要求 或者性格上 期望上有些什麼特點 還有發展機會 發展機會 都是一個顯示到 你都想長遠在公司裏面做的 那不是一定要做到高薪厚職 不一定的 其實可能只是 我長遠來說 可能你自己 就是想我學到多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是了解多一些這個行業是怎樣的 所以這些你都可以去想一想去問 問一下團隊的文化 團隊有多少人 大家怎樣去分工 那這些東西全部都可以問的 還有就是培訓和發展的機會 那這些都可以大家去問 好了 那我就暫時 我分享到這裡先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台下待會問 那裡是我的電郵 如果大家有些想 就是有些其他問題 也可以電郵我 那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那謝謝大家